欢迎收看财经透视 传统五穷月淡季开局 市场动力全面转强 至今次炒作之下 港股一举冲破万八点心理关口 港股开市延续上星期升浪 成功大夹淡冲 已一届期后复市 联储局已逝后继续放甲 加上缺乏北水加持 但无碍投资者对中央出招 撑港资本市场的憧憬 入市意欲不跌反升 在年日过千亿成交下 港股越升越有 总结全星期恒指是升824点 技术上的确是牛市 如果我们去看动能 是三年以来最强的动能 而且是不断地推出 可以改善市场比较悲观的感觉 而今次这样一爆发出来 我反而会有点警惕 所以我想波幅将来变大一点 我们之前收到很窄 其实过去四个月 都是收到慢慢收越窄 现在可能会增加上下2000点左右 我们其实从去年年底一直看 如果港股要建长仓 就是建高息股长仓 其实这一批能源价格 对得比较急 他们的价格又接下来 能源相关的高息股 现在去入场 风险回报应该挺划算的 另外一个不是看长线 而是看短线 就是追过动能 去看巨型的科技平台股 我们看到这一波的恒生指数 夹上来的后面的动力 其实只有那三只 现在有两只都还可以 不论是来自采矿的天然钻石 要说是在实验室生长的培育钻石 近几年价格都见有所回落 尤其是培育钻石 它的贬值程度就更加厉害 钻石作为贵价宝石的一种 这个市场的未来走向会是怎样呢 他有点有很多东西 你会想要去看看 很重要的 做什么想要去做 要去看 那这样啊 那这样是 那就是 你会想要去看 你会想要去看 那些人会想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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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天然鑽石只不过是赞在书 等于天然的宝宝和使馆婴儿的分别 培育鑽石是指一种 透过实验室而气制造 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 所培育出来的碳结晶 所以在化学结构上 同属碳结晶的培育鑽石 跟天然鑽石是完全相同 早在1950年代 培育鑽石的技术已经出现 但是碍于技术不成熟 多数只是用来做科研的用途 但是近10年 随着培育鑽石技术大幅提升 相关的产品就逐步成为 珠宝公司的销售产品 培育鑽石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八年了 只不过在香港 可能是近三、四年才开始做零售 而我们出货给零售商 通常他们那时候 可能入伙一、两粒试试 到现在是很大量的 几十粒甚至百粒 现时透过实验室 培育一卡的鑽石成品 只需要大约短短两个星期 由于可以大量生产 以及价格比较低 培育鑽石变得相对平民化 Jacob说如果跟同一个 级数的天然鑽石相比 培育鑽石的价钱最便宜 可以只是天然鑽石的三分之一 加上亦后 全球经济仍然未完全复苏 鑽石价格普遍下跌的情况下 现时培育鑽石的价钱 更加只是天然鑽石的 十分之一价钱 培育鑽石的价钱 其实近这两年 其实也跌了很多 很坦白说 在之前可能两年前 疫情当时 大概是两万元一卡 跌至现在最便宜 三千元左右一卡 过去几年 培育鑽石价格下跌近九成 至于天然鑽石 价钱跌幅相对轻微得多 某程度反映天然鑽石的 保值能力比较高 最近这一年多两年 价钱又再会远 最主要是利息全球的利率向上 利率向上 对于很多 譬如鑽石黄金那些 影响的价钱 资产价格也影响的价钱 所以这一年多两年 鑽石的价钱是有个回调 大约是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 长线来看,这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特别当中国市场开盘的时候 全世界都期待中国 可能会否报复式买鑽石 马荣宜认为长远来说 天然鑽石价格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尤其中国市场需求非常庞大 他说美国是全球第一大鑽石市场 而中国近年就约升为第二大位置 中国的需求其实在这十几年 由2003、2004年之后 一直到2019、2020年 每年的增长是双位数字的增长 因为在2018、2017年的时候 每一年中国有千多万对新人结婚 十分之一要一粒鑽石订婚戒指 可能的需求已经是百多万粒鑽石 是很大的需求 受惠内地对天然鑽石的庞大需求 加上香港对贵价珠宝免税 香港的鑽石出口贸易也不断增长 根据统计处的数字 上年2023年 香港珠宝的岸年出口金额 大约是800亿元 比十年前大增超过三倍 而在香港一年两次的国际珠宝展 就是本地珠宝商 扩展客源的机会 最主要的这些大展示 我们都会想参加的 因为始终有多些机会 就看到全世界各地不同的买家 有些国家的新客 始终都会靠展览会来认识 今年第四十届的国际珠宝展 关敏恒的公司 从第一届开始就已经有参展 他说近年全球经济环境一般 例如美国的买家 以往比较倾向 购买几百万港元的贵价珠宝 现在就比较多购买几十万港元价位的珠宝 他相信客户态度变得保守 是希望加快手上全货价流转速度 看到他现在大件点的货品 贵价点的货品 是比较会慢一点的 他们很审慎的 所以就移动了下去 中价货品比较受欢迎 所以我想比例是以前 如果贵价少了三、四成都有 但在中价货和特色的货品 就有增加 除了天然鑽石 今年国际珠宝展 亦首次加入 近年备受市场追捧的 培育钻石专区 Kathy是一间专营培育珠宝首饰的 本地网上平台商品主管 平台发展到现在四年左右 目前已经引入来自13个国家 21个首饰品牌的产品 他说看到消费者和首饰设计师 对于培育钻石首饰的兴趣不断增加 我们暂时在香港看到 很多人都标榜着它比自然鑽石便宜 但其实我们希望带出那件事就是 培育钻石可以令珠宝更有趣 更新的 大家也未必会把这个焦点 放在那个便宜的价值观上 反而是如何使用 令到因为职工的关系 令到他们的珠宝、设计 他们的品牌的价值 可以体验在设计上的计价 大家可以接触到更多的顾客群 不过业界就提醒培育钻石是科技产物 所谓物以罕为贵 与天然钻石相比 培育钻石的稀有度始终低得多 一旦市场供应量失衡 培育钻石的价格会有下调风险 因为我只能告诉你 三年后、五年后 培育钻石的价钱 可能比今天更低 因为科技 在工厂中 技术越快越好就越低 但天然钻石 我估计三个月后的价钱是怎样 我不知道 也会有很多上落 但三、五年后 我上的机会是大的 但我记得很多朋友都问我 钻石是怎样好的投资 我说,钻石 你或是买了想赚钱那类的投资 可能要看你入市的时间 以及你可以持有多长 但它最大的得益 不仅是起价 而是你更多用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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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